自威视产品推广以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艺人开通发布视频内容 在威视上给广大网友带来了 属于两半三地不同孝心的搞笑气氛 何总是快乐家族中最先开通威视账号的成员 最近恰逢何老师出演腾讯出品的自制剧快乐e-life 何老师就马不停迪地在威视上对此剧进行了宣传 通过对剧组成员的搞笑访谈 号召网友关注该片也格外吸引眼球 而为了感谢大家对该剧的支持 何老师也在威视中展现十足的卖萌功力 嘻哈包袱库的大当家高小潘 则是个自娱自乐的高手 遇事卖萌洗漱 调侃好友 直播相声界 APEC会议等 更通过威视进行嘻哈胖胖团的自我宣传 视频内容像料百出 受到网友关注 港台孝心 已毫不输政 仲则是一边拍戏一边还不忘挑逗 人际某物小黄鸭 更上演情情一幕 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 而在拍戏间隙 仲则是也不失搞笑本色 对着古文念英语 装扮僵尸等桥段 都令网友人均不惊 台湾艺人阿KEN则在威视中 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搞笑 还将一些富有意义的哲学概念 通过搞笑出演 传递网友 让那些原本枯燥的大道理 变得简单和轻松 而自己的搞笑方式 则被联名老师称为 无药可救 小伙伴们 你们怎么看 图示娱乐 这期报道